這是JQuery的第三個 JQuery Mobile 就這一個 當然如果說你要做一些很炫的網頁效果 這個網站也OK啦 因為現在大概有八成的前端工程師是用JQuery Mobile來寫的 JQuery 或者JQuery Mobile 那如果說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這邊有Demo Demo的意思是說 它的效果全部通通都在這裡 你可以點選之後去看 包含什麼呢 Button 比如說我們前面用到Button 那Button怎麼做的 這邊都有 而且你可以 這個效果 你可以View Source 點下去 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有沒有 然後這個效果 哪個效果你要看 這個效果怎麼做的 這個叉叉怎麼做出來的 這個有View Source 這邊就會 告訴你怎麼做的 但是原始 你把這個複製貼上 貼到 裡面 就會有這個效果出來了 很多Demo裡面 包含 另外還有Netbar Netbar這邊也有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在這邊觀看 這個是Demo裡面的 還有就是說 Download一些東西 像比如說 我們前面按鈕 好像才17個 如果按鈕不夠的話 可以Download 它有打包 裡面好像還多了 幾十個 已經做好的Button 可以拿來用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後面會再講 如何 增加按鈕 另外呢 如何 去 API Document 就是 說明檔 就是 JP Mobile裡面所有的說明檔 其實所有的書籍 都是 拿這個來參考的 其實你說寫 你看 這是第一手資料 比如說它的 Icon 它的Event 它的事件 比如說我們不是有一個事件 叫 一個Clicker Clicker 就是一個Event 就是一個事件 你要了解相關的 你可以點擊 去找一下相關的 Clicker事件 或者相關的東西 都在這邊也有 或者換頁 Sweep 這邊也有 怎麼去撥向左向右 這邊也有事件 所以如果相關的事件 你如果要了解的話 可以從什麼 API Document Document 裡面去看 另外還有 Singming Singming是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有 幾個 背景圖 背景不是有 A B C D 到E 就是 黑 黑色 藍色 銀 灰 黃 對不對 如果說 你假如說 不是很 你覺得這五種 不OK的話 其實它可以定義出 26種 從這邊去定義 A B C 可以加 D E F G 到Z 都可以 但是好像有點麻煩 你還要去定義 然後放在你需要的位置上面 你就可以做出你要的樣式出來 這邊還可以新增 Add新的 然後你這個樣式可以再去修改 修改的方式的話 我想將來有時間我們再來做說明 比如說你要 去增加你的 樣式 非常的簡單 怎麼樣去定義 因為這個部分我本來不會 後來也是看Linda 他又有教這個 還有Linda裡面有教 如何自己做建立那個icon 國內的書籍我還沒看到有人在教 所以 Linda是一個不錯的網站 OK 如果有興趣的話自己去Linda網站上面 也可以看到他 怎麼去制定這個 背景圖的部分 很方便 為什麼因為你打個ABCD 你看 換個花樣 對 看起來就琳瑯滿目的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 有興趣的話可以到 JQuery Mobile 特別主要是這個位置 你就到 JQuery裡面的這一個 這個就JQueryMobile裡面 有這些東西 我想各位有興趣再看一下 這個是徹底的 了解城市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回到那個 我們的剛剛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裡面的話 第一個請各位先找到 幾個景點 大概我就找個五六個景點 這個是基隆的景點 並且把 我們的經緯度查出來 查的方式應該都會了 然後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Google map最近有改版 他的舊版可以 但他新版 就不能查了 所以怎麼辦呢 還好他有個功能可以回到 舊版的 Google map 我不知道各位登錄的時候有沒有變新版 變新版 趕快把它反彎回 舊版 我發現覺得舊版比較好用 新版好像沒有那麼好用 舊版還可以查 新版就不能查 OK 再來的話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在這上面顯示一個地圖 第一個請各位建立個新 新的網站 新網站特別注意 乾脆以後呢 你們就把下載下來的 我是把它放在本書範例放桌上 裡面就有這些 目錄對不對 那以後乾脆怎麼樣 把本書範例當成是一個什麼 當成是一個網站來管理就好了 裡面東西都在這樣會比較簡單 所以我這邊的話 就是新建一個網站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的名稱 就是選到什麼桌上那個 我們本書範例的路徑 就是桌面上這個 然後呢 上面的網站名稱 也叫做本書範例好了 那這樣按儲存 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本書範例 那我這邊是第四章的什麼呢 Google map對不對 那裡面的話就有相關的東西啦 如果你們要參考裡面的那個 他的一些 程式碼就比較簡單 所以請各位 把這邊 原來有個index 你把它什麼 rename一下 這邊的話 重新命名 點一下 然後改一下 我習慣把這個原來的index 改成old 就是舊的 OK 然後更新一下 再來的話 我們在這邊 這邊建立 這個先關掉 好了 這裡建立什麼呢 建立一個新的網頁 這個網頁名稱就是index 所以這邊一樣新增一個網站 所以剛剛特別之外 開啟你的範例檔 然後 這邊建一個新的 這個都一樣 然後名稱的話就是我們的index 把它儲存 名稱的話呢就是index.htm 就將來我們要修 儲存的位置記得就是 第四章裡面的google map 的這個目錄 名稱的話就是index 點htm 按儲存 把舊的那個更名一下 不然它會蓋過去 那現在裡面是空的 那等一下的話 我會教各位 逐步的 把地圖 放上去 可以秀得出來 包含就是說 第一個 畫面上要佈局哪些東西 所以基本上當然第一個要有個頁面 頁面的部分的話 切換到上面有個jq mobile 這邊有個插入頁面 插入到body跟body中間 所以你確定是不是在body 是 插入頁面 頁面的話 這邊按確定 再來就是 只要 頁鎖好了 那名稱的話呢 我們叫做home就可以了 一樣叫home OK 按確定 那home就產生了 不過我們希望在內容的地方 將來顯示的是我們的地圖 該怎麼做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試看 好也沒問題 謝謝 禮不 謝謝 пов